Hello 大家好 我是炒币诈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新手第一次买比特币的一个详细的流程 如果你是新手 你还没有购买过比特币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国内 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 骗局呢 也是非常的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会交给你 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今天的视频非常的详细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我们会从这五个步骤挨个的给大家来讲一下 完完整整的一个买币的流程 首先呢 我们先要注册一个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如果你想买比特币 你必须要去交易所里面才能购买 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OKX 币安 火币 在中国我们叫OE 在国外叫OKX 我推荐大家去OE这个网站 这个交易所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 火币已经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了 第二个就是它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相对于其他的交易所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用我链接去注册呢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用卡 非常非常的划算 最重要的 你的手续费 如果你用了我的链接 你的手续费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 我们把邀请链接复制到浏览器里面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边可以用手机 也可以用邮箱 手机的话 这边是支持中国地区86的手机号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这边可以随便的领取一个盲盒 这边是随机给的 然后我们这个邀请码是默认的自动填写的 我们注册一下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登录一下 如果正常登录 OK 那就恭喜您 这边已经注册成功了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手机端 安装 分别为安卓 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安装手机端 手机端的话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脑上面 电脑上面呢 非常的复杂 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们新手非常不友好 但是在手机上就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非常的方便 先来讲一下安卓手机 安卓手机很简单 放到右边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会出来一个二维码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QQ 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 如果提示被拦截 可能是被人家恶意举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微信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支付宝 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然后或者是用浏览器 随便的找一个浏览器 我这边用的是360 这边也是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安卓手机还有一个方法 点击这边之后 会有一个更多客户端 这边有一个下载OE的移动端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安卓 然后直接把安卓下到我们的电脑里面 然后通过QQ拉到我们的手机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安卓就是这么简单 说一下苹果 苹果的话有一点复杂 因为苹果属于是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它的APP 这个ID是海外的苹果商店的账号的ID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中国大陆地区不能下载它的APP 需要去海外的ID 这个ID是哪一个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打开我们的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右上角 这个ID不能是中国大陆地区的 必须是海外的 那这个ID我们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不要去百度搜索一下海外ID购买 或者是美区ID购买 特别特别多 然后我们随便的找一个 价格呢 也是很便宜 可能是几块钱一个吧 看见没有 几块钱 几块钱 五块钱一个 买完之后呢 我们切换一下我们自己的ID 先找到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拉到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退出登录 我们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登录上 我们刚才在这边输入账号密码 输入刚才在这个网站购买的ID 然后登录上来之后 是我这个样子 因为我这个ID的话是海外的ID 输入这边有一个搜索 我们搜索一下 然后在这边输入一下OKX 好 进来之后 OKX 呃 第一个这边写的是广告 这个就不要去了 这个是广告 咱们不要去 然后我们主要的是去第二个 这个是广告不要去 是第二个 这边写的OE OKX 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个就它就行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下载 我这边呢 已经是提前下载过了 我这边先更新一下 好了 我这边已经下载完毕 已经更新完毕了 我打开一下 安卓手 呃 现在呢 是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安卓 安卓我这边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 我们接着进行下一步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 呃 给大家说一下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搞好 进来之后 这个交易所输入我们的账号和密码 刚才您注册的 点击左上角 点击身份认证 如果没有这个身份认证 你点击这里 这边会有一个身份认证 先认证一下我们的身份 这边一定要失明 所有的交易所全部需要认证 然后呢 这边有个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点击这边的安全中心 这边有一个验证方式 因为我们买币的时候需要付钱 我们赚钱了 我建议大家使用这个银行卡 因为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封控 选择银行卡就行了 好 绑定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给大家来说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怎么买USDT 这个是今天最重要的环节 USDT 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英文叫做USDT 它是和美元挂钩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USDT 一USDT 就是一美元 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是泰达币 假设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狗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任何的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假设我身上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有英镑 我想去购买这个比特币 或者是以太坊 我想购买这些比特币 或者是以太坊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所以呢 我们先要拿着我们的人民币 先去购买这个太达币 换成太达币 才去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嗯 好了 我这边呢 给大家来简单的演示一下吧 看一下如何去购买的 好 来到欧益 选择这边的买币 选择这边的CRC 千万不要选择快捷买币 因为快捷买币是系统自动的分配的 我们CS 我们这个CRC是可以自己筛选的 如果没有这个买币 你可以选择左上角这边 还是那句话 选择CRC 不要选择这个买币 好 选择CRC 这边选择CNY 选择购买 然后金额 我们想买多少钱呢 假设我想买2万吧 好 我想买2万 点击确定 支付方式 我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好 这边会出来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这些商家不是随便的选择一个的 我们一定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第一是最重要的 看一下它的成交量 像这种成交量几百单的 这种就不要买它 比如说这个超个9400多单 好 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下它的这个头像 然后再看哪里呢 看它的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最好是一年或者是一年半以上 两年三年那种是最好的 这个现在是12月份 12月份 现在是一年八个月了 像这种老商家就可以 就像淘宝链一样 越老的商家越可靠 然后看它的总成交率 成交单数 越多越好 最好是上万的 像那种最好的 然后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T 然后随便的找一个就可以了 我现在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才来发600多单 像它这种人就不行 大家看到了没有 它这种人才开了半年的时间 根本不可以 它一共才卖了600多单 像这种人 我们就不要 像这种人 我们就不要他们 很危险 这个超哥 我们去这个超哥 他这边一年半了 委托单UST 像他这种人就非常安全了 然后呢 我们随便的找一个购买 这是最低 这个是满1万 这个最低买2万 我们买2万 选择购买 好的 然后呢 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 点击零手续费买入就行了 我这边以截图的形式给大家说一下 刚才给大家说的CRC 然后选择金额 确定支付方式 选择这个银行就行了 然后看开店时间 总单数 然后成交率越高越好 然后委托单 选择一个购买 输入要购买的金额 点击零手续费买入就行了 然后呢 这边会生成一个订单 我们选择付款相情 这边会出来商家的信息 会有他的要付款的金额 他的姓名 他的银行卡号 我们给这个银行卡转账就可以了 假设你想买一万 你就给人家转一万就可以了 这个是建设银行 转一万 转完账之后 点击我已支付 千万不要还没转账呢 就给人家点击我已支付 然后直接转账就行了 转完账之后再点击我已支付 转完账大约几分钟的时间 可能就会到账 中途呢 可能卖家这边会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让你发一下最近的流水明细 因为他们也怕我们的钱不干净 是拿来赌博诈骗时来的钱 他们需要我们验证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银行卡 点击我们的明细 像我这种 比如说我最近买烟 买酒 买水果 逛超市点外卖 我这种钱 这种截图给他看一眼 他感觉没有问题 他可能才会把他的这个收款账号发给我们 这都是小问题 大约等个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钱可能就会到账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100个USDT 假设我们已经买币完成了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 一个交易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点击一下资金账户 有100个USDT 点击交易账户 怎么交易账户 没有钱呀 对不对 给大家说一下吧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 不能去交易 就是这个资金有钱 但是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 我们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放到我们的交易账户 放到里面去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这里 我们要放到这里 那如何放呢 点击资金账户 点击资金滑转 然后资金账户 资金账户去交易账户 好 没有问题 点击最大 币种呢 选择USDT 好 选择最大 我们看一下资金账户 我们刷新一下 现在没有钱了 然后钱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买币了 在哪里买币呢 大家看我的操作 选择这边的交易 好 来到这个页面 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你可以写以太坊 可以写比特币 可以写狗狗币 任何的货币都可以 然后这边是他的2086是当前这个以太坊的价格 那可能会有别的朋友说 我想买别的币 我想买比特币 那如何买呢 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大家可以去谷歌里面搜索一下飞小号 然后第一个这个网站就是了 进来之后是这样的页面 这个网站是免费的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免费的 然后假设我想买比特币 我需要输入btc 我不能输汉子 我要输入btc 选择这边的bb 选择 这边就出来了一个 一定要选择这里的bb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变成狗狗币了 那我想买eth 我想买以太坊 选择 选择 选择这边的这个 我想买比特币呢 btc 对吧 选择bb 然后再选择这个比特币 看见没有 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大家想买币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这个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 价格呢 很便宜 我给大家切换一下 我切换成以太坊吧 以太坊好 2084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 拉满 大家看到了没有 我这边是100个usdt 可以买0.04个以太坊 我点击买入就可以了 假设现在以太坊的价格 我们看一下 是20 2084 买入 好 2084 假设我们买了一个以太坊 然后过了两天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出 假设以太坊涨到了2094了 我们想卖出 那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再拉满 再点击卖出 eth 刚才买入的时候是2084 现在卖的时候是2094 好 我们是不是赚钱了 赚了100个usdt 对不对 那我想把这100个usdt 换成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呢 来大家看我的操作 选择这边的资产 刚才我们买币的时候是从资金 我们放到了这个交易 现在我们想卖币了 我们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交易账户里面的钱 重新的放回到这个资金账户 现在钱是在交易账户里面 选择资金划转 好 我们给他转一下 从交易到资金 选择usdt 选择最大 选择确定 好 交易账户 交易账户没有钱了 钱现在是在资金账户里面 OK 很完美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卖币了 如何卖呢 回到首页 选择买币 选择crc 这边选择出售 不要选择购买了 选择出售 金额 你想卖多少钱的 然后随便输入就行了 支付方式 银行卡 好 这边和刚才一样 像这种300的 200的 像这种就直接不要选择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多的3900 2000 我们再找一下1900 像这种就不要找了 我刚才看见一个14000的 对吧 有个当当 好 我们看一下他 他这边时间也够短的 像这种就不要找了 他虽然单数多 但是他时间短 对吧 像这种我们就不要找 我们继续的筛选一下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吧 我这边先暂停一下 我筛选一下 好了 我这边呢 找到了一个很老的一个商家 叫才牛秒放闭 21年 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零两个月 像这种人就非常可靠了 如果他这边是那种不可靠的这个商家 早被人家这个平台给封掉了 好 我点一下关注 选择委托单 选择出售 最大吧 选择最大 好 我这里卖掉选择最大 卖掉100个USDT可以得到719人民币 我点击零手续费卖出USDT就可以了 他20分钟之内 他一定要把这个719打到我的银行卡里面 如果不打的话 这边平台会扣掉他的钱 然后有问题 你也可以联系他们的电话号码 这边写的 如果超过10分钟 和您联系 我也和您转账 请尽快拨打他的手机号 然后呢 点击零手续费卖出之后 他就会把我们的钱给我们转过去 转过去之后 收到钱之后后台 会有一个确认收获 或者是确认放币 放币的按钮 我们确认之后 我们的币才能给他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低买高卖 赚了100个USDT 然后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呃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先到这里 如果你感觉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点赞一下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你也可以在视频中 在视频评论区给我留言 Neverab首席执行官 嗯 拨斥了Criple Leaks的耸人听闻的指控 吉他的公司利用诉讼来伤害竞争对手 并舆论监管机构 称其为阴谋论胡说八道 虽然在8月28日的Twitter帖子中 向他的28万0500名追随者发表评论 指的是Criple Leaks8月26日的一篇文章 称该公司与美国律师事务所 包锤一等论达成了秘密协议 以使用美国法律体系的黑帮风格 攻击和伤害加密货币组织 怎么会有人相信 像奎越Paulyek上的阴谋论胡说八道这样荒落的事情 我们绝不会从事这些自私视频和煽动性文章中声称的非法 不道德和完全错误的行为 我们的技术和团队为自己说话 SaraTel 33 4XO 2022年8月28日 周五 Criple Leaks发布了一系列来自未知来源的坦率视频 据称显示罗氏弗里德曼律师事务所的美国检察官凯尔罗氏 详细介绍了他与EUAB各自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运营官 可凯尔罗氏和凯尔罗氏的合作关系和关系Criple Leaks声称 Roch Reinhard和Kairo Roach阿诚协议为EUAB提供法律服务 以换取BLX代币和EUAB公权 还将使用诉讼作为工具来扰乱竞争对手 并舞蹈证券交易平台等监管机构委员会 S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DC该出版公司还称 罗氏的视频表明 罗氏和Sara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这种关系始于学术界 而且他们还与2019年8月一起搬到了一个共同工作的空间 大约在交易完成的时候 为他提供法律服务以换取代币供应 罗氏表示 Sara 8230 8230 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 我同意提供法律服务以换取一定比例的代币供应 另一段视频还显示 罗氏表示 他们使用诉讼服务作为支持EUAB的战略工具 我起诉了这个领域的一半公司 我知道这个市场的发展方向 我相信我是这个世界上十大加密专家之一 我已经看到了每一家加密公司的内部 根据视频 这是狂言的 不确定这是否属实 但假设这些视频不是深度伪造的 8230 8230 当然 BINET是一个目标 我们甚至不是竞争对手 CG 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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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28日 罗氏在一段视频中表示 他确保ICC和CFEC有其他词帖 EUAB竞争对手可以追赶 并补充说 诉讼可以成为竞争的工具 EUAB首席执行官 嗯 斯尔强烈否认了文章中的指控 称这是阴谋论胡说八道 并表示EUAB永远不会从事非法 不道德和完全错误的行为 根据卢氏弗里德曼律师事务所的网站 罗氏雇佣了至少24名律师 在纽约市 波士顿和迈阿密设有办事处 罗氏就读于西北大学法学院 并于2017年7月 在华尔街日报上与人合着了 为什么比特币蓬勃发展 Rotra Redmond LLP最近于2022年7月1日 卷入了针对Solana Web Solana基金会和Solana联合创始人 Anatoly Yako-Linco的高调诉讼 声称Solana通过向美国投资者 提供未注册证券 违反了美国联邦安全法 大约两周前的6月15日 Rotra Redmond LLP还对Binance提起诉讼 声称该加密货币交易所 非法从事向投资者出售老司的行为 记者联系EUAB征求意见 单位立即收到回复 Archic下载 OE下载 Archic下载 Archic交易平台也下载 EUAB的创始人们 对C公司的算法稳定币 阿斯的崩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Solana 由于法币支持的稳定币的审查漏洞 生态系统中需要去中心化算法的稳定币 在他看来 只有一个算法的稳定币可以成功 这可能是最有经验的团队 为用户提供最大价值的算法 根据LON创始人的说法 成功领导一个算法稳定币项目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团队 它必须是一个拥有最好的 坑开市场业务的团队 基于美国的团队 无法成功的算法稳定币项目 只有三个国家拥有适当的金管框架 那就是新加坡、瑞士和韩国 基于这些原因 他相信阿斯将会复苏 并可能继续成为算法稳定币中的真正利率 关于阿斯与法定货币挂钩的问题 斯尔表示 每一种稳定币 包括法币支持的稳定币 都曾一度出现这种问题 然而 他的观点并不符合所有加密社区的观点 他们认为不止一种算法稳定币 可以在生态系统中生存 OEOCAC交易平台 OEOCAC交易所官网 OEOCAC官方下载APP 根据USDC 扣最新数据显示 F1之链上 USDC发行量已突破14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本文撰写时为1421631552.81美元 其USDC发行量第四大网络 当前 USDC总发行量为530.1亿美元 以太方链上发行量最大 约为449.3亿美元 Solana位列第二 发行量约为41.8亿美元 Toran排名第三 发行量约为20.1亿美元 OEOCAC交易平台 OEOCAC交易所官网 OEOCAC官方下载APP 开发人员已经设法删除了假消息 并从主服务器上移除了MI6机器人 周三早些时候 人际PRE游戏Dexi Infinity的Discord服务器 再次遭到攻击 导致其MI6机器人遭到破坏 MI6是一个受欢迎的Discord机器人 主要用于自动化角色和消息 被许多加密项目使用 攻击者使用被入侵的机器人 向一个虚假的GHO账户添加权限 随后发布了一个关于铸币的虚假公告 开发人员成功地从主服务器上移除了受攻击的B6机器人 并删除了虚假消息 然而 该项目的官方推特账户警告称 许多用户可能仍然会看到虚假信息 直到他们重启其Discord 开发人员还声称 MI6并不是第一次遭遇攻击 许多项目都面临过类似的问题 然而 官方的MI6Discord指示频道否认了关于黑客攻击的指控 并声称他们已经与工程师进行了核实 没有看到任何异常活动 MI6官方Discord频道消息 许多人认为 黑客首先入侵了管理账户 然后使用B6获得了备用管理账户的权限 这有助于他们在发送网络信息的同时 隐藏被入侵的管理员账户 在这发生的近一个月前 X-Infinity的All In橋发生了一起巨大的盗窃案 导致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加密资产损失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安全漏洞削弱了社区对这款游戏的信心 该游戏曾被视为游戏领域的一个革命性项目 OELCAC交易平台 OELCAC交易所官网 OELCAC官方下载APP TAIR生态的轰然倒塌 引发了整个加密圈的大地震 KRIPAL论坛对于TAIR 尽管目前一反弹到0.005256 但是较死前0.419亿美元的历史高点 依旧下跌了99% X-Infinity陷入了崩盘危机 数据来源 看Marketay 虽然如今的加密市场日渐低迷 X-Infinity出现下行趋势也无可厚非 但是作为曾经的PRE炼油之王 其游戏代币SLP的大幅下跌也实在引人瞩目 X-Infinity陷入崩盘危机 了解X-Infinity项目的人大概都清楚 SLP对于X-Infinity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X-Infinity的经济活动主要依赖于两个功能战斗和繁衍 用X-In宠物对战来赚取X-For-SLP代币 同时通过X-In宠物繁殖来消耗X-For-SLP 由此可以看出游戏代币 SLP是X-Infinity的核心代币 一旦SLP归零 X-In宠物也将变得毫无价值 随着此次X-Infinity陷入归零危机 X-Infinity本就不足的用户信心又一次明显受挫 而作为一款明显依赖于用户的链油 用户数量更是直线下降 尤其是在三月份X-Infinity所在的策略周围 凌猎途遭受大规模的黑客攻击后 X-Infinity更是惨遭滑铁炉 各项数据指标纷纷暴跌 另外 上周Luna崩盘事件实实在在的给加密市场蒙上了一层很深的阴影 因此SLP暴跌也不免令很多业内人士开始对X-Infinity有所担忧 毫无疑问 这个曾经的PRE链油脂王开始变得摇摇欲坠 其实X-Infinity官方早就意识到了代币保值的问题 为了避免因为代币价格下跌而引发出死亡魔旋 X-Infinity项目方也是想尽了办法 例如将单人冒险模式中的SLP挖矿功能被去除 允许用户为了得到更好的奖励燃烧SLP 进行各种升级推出Origin版本 甚至宣布将允许使用任何加密货币 在X-Infinity市场中购买X-Infinity和其他资产等8230 8230 种种措施都足以看出X-Infinity项目方的努力 但很可惜的是 这些办法并没有阻挡SLP的暴跌 X-Infinity最终还是陷入了死亡螺旋 不过如果现在就断定 SLP会成为下一个 Uni还为时上走 毕竟就目前而言 大量的早期入场弯架以及项目开发者们 都在努力的推进X-Infinity的发展 因此X-Infinity目前还尚存一丝逆风翻盘的底绩 但至于X-Infinity能否熬过这漫漫寒冬 答案其实还是未知数 阴霾笼罩PRE链油市场 S陷入死亡螺旋会引发大家对于算法稳定币的深思 X-Infinity作为曾经的PRE链油龙头 也毫无例外的引发了大家对于PRE链油的担忧 毕竟在X-Infinity带动PRE链油爆破之后 市场上X-Infinity类型的游戏 犹如雨后春色款出现 而X-Infinity所遇到的问题 也是所有类似链油都无仿忽视的难题 另外随着此次X-Infinity出现的崩盘危机 死亡螺旋的阴霾开始笼罩着PRE链油市场 这类游戏的主要问题也变得愈发明显 一方面很多人都将PRE链油看作是一个批着区块链概念的游戏 这也就使得早期参与者进场赚钱后会快速收菜离场 当然也会有一批批接盘的人出现 但是这样一批一批的传下去 总会有最后一波没人愿意接 因此达到了某个临界点时就很可能出现崩盘现象 另一方面PRE链油的可持续性不足 留住用户比较困难 在之前用户加速流失的CInfinity该如何自救 一文中也提到过这一点 由于PRE链油的经济模型设计 所以玩家在参与PRE链油之前都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 这是为了更好的获得额外收益 而对于PRE链油的玩家来说 参与游戏就是为了获取收益 因此游戏内的利益减少后 那么游戏对于用户的吸引力也会随之下降 因此对于PRE模式的链油而言 不仅仅需要通过经济模型吸引玩家参与来赚取代币 还需要长期维持代币价值保证玩家的收益 增强游戏本身的可持续性 虽然PRE链油随着市场的降温进入熊市 但是随着NRE模式链油的迅速崛起 链油的整体情况并没有过于悲观 目前加密市场正在经历严重的下跌趋势 大多数加密货币价格也一度跌至历史最低水平 甚至曾经的链油龙头CInfinity也屡遭重创 但据Deperdal数据显示 链油的整体现状仍然表现良好 链油DA的活跃度在4月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每日有独立活跃前包数量达到123万 此外在最近的5个月内 来自BC核四人投资者的投资就达到了45亿美元 超过了2021年的总投资 由此可见链油市场颇受投资者们的青睐 链油市场未来的发展潜力不可估量 数据来源Deperdal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并非只有PRE模式的链油才会陷入死亡螺旋 因此链油市场依旧存在着很大的泡沫 但是死亡螺旋并不代表着项目失败 相反 我们也可以看成是对项目的一次碎点 结果可能是一蹶不振 但也有可能灭火重生 回归合理价值的同时成就更强的版本 OEOKS交易平台 OEOKS交易所官网 OEOKS官方下载APP 编辑 D1Snetweb3CN Pro目录 1. 项目简介 2. 项目愿景 3. 特色和优势 1. 隐私性 2. 扑恩证明系统 4. 发展历史 5. 团队背景 6. 融资信息 7. 发展成果 1. 扑恩证明系统 2. ATEC Connect 3. C Money 4. Noir 8. 经济模型 9. 基本面积行业分析 10. 分析与机会 1. 项目简介 3. 项目简介 3. The C NetWarp 是以太坊上第一个私有 CK ROLO 3. 帮助去中心化应用 获得隐私和扩展性 3. ROLO 3. 业界标准的 4. 发展证明 机制保护 4. 其正被应用在 领先的0知识 4. 扩容项目 4. 项目成立以来 指令于通过 0知识证明技术 4. 实现经济实惠 4. 具有隐私保障的 5. 项目愿景 LeTag的愿景是 Increate and加密 For all 即让所有人都享受隐私保护 LeTag的目标是通过使以太坊完全加密 来大幅扩展其功能 从而实现以太坊最初的承诺 建立一个去中心化和可验证的世界计算机 以太坊为什么需要完全加密 从区块链不可能三角的角度来说 只有同时满足了去中心化 安全性和可扩展性的区块链才是完善的链 在安全性涉及隐私方面 以太坊还不够完善 未加密的区块链不仅本质上暴露了隐私 还需要大量冗余来计算和验证交易的合法性 LeTag正在构建一个加密的以太坊网络 包括与投资方 16系合作资助下一代加密架构的开放 让用户遵循区块链规则的同时 不泄露任何个人信息 目的是让以太坊应用程序和验证 无需信任和安全 CEO SACO 说道 我们正在构建一种革命性的技术 它可以改变我们在线上互动的方式 其中最终用户是客户而不是产品 端到端加密区块链保护个人 销售了中心化金融系统的必要性 3. 特色和优势 1. 隐私性 SEO SACO 为人称道的特色和优势是它的隐私性 和所有CK VRR 项目一样都着重隐私保护 SEO SACO 隐私保障 在于其采用了CK CK Rollup CK的技术方案 其隐私实现的总体方式和解释类似 都通过高了技术共享以太坊的安全性 CK CK Rollup 的技术原理是什么 举例来说 当用户将余额转移到SEO时 智能合约会向用户发出一个 以CK 0知识证明开头的等价代币 例如 如果你将100个ETE转移到SEO 它将消耗100个ETE 同时向你发出100个SACO 为回报 且它可以1比1兑换TH 之后 智能合约以不同于主网的方式存储SACO 它作为类似银行票据的存在 不是资金余额被网络追踪 因此 你的100个SACO 将被存储为你拥有的票据形式 但这些票据是加密的 无人知晓 你的每张票据面值 谁是这种票据的所有者 同时 你作为票据的拥有者 掌握着解密票据的私钥 以显示票据包含的金额和你是否是合法的拥有者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它来赎回你的ETE 在如何通过Rollup技术共享以太坊的安全性 同时又实现对网络活动的隐私保障 一般常规的CK Roller被用SynArt的简洁性属性 扩展拥堵的以太坊 这种技术允许将大量交易 高了一笔聚合交易 这样导致以太坊网络可以一次执行100笔或1000笔交易 但花费的BI层本只需要一笔以太坊的交易费用 SynArt不止于此 SynArt的CKCK Roller技术方案包含了两层SynArt 一、低层CK SynArt每个都代表了一笔隐私交易 二、上层CK SynArt及Rollup SynArt 则简洁地证明了低层SynArt的正确性 也就是说 当用户在SynArt网络进行交易时 网络只需创建低层SynArt隐私交易 便可保障交易隐私获得SynArt的过程 不需要再将上层汇总为CK 0知识 上层CK SynArt只需要进行验证是否正确即可 这当中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来检查隐私交易 利用一个简洁的奥罗证明来替换它们 然后它的成本就会分摊给所有的交易行为 100笔交易 Rollup到单个SynArt证明 原本Rollup理论上可以达到2000TPS 但由于兼顾隐私讯 SynArt网络在以太坊主网上以100TPS运行 2.Poeng证明系统 SynArt的SynArt证明来源于CTO Sack Williamson 和现任首席科学家Ariel Galbison 创建的称为Poeng证明系统的最新数学成果 Poeng证明是Poeng证明系统的最新数学成果 Poeng证明是Poeng证明系统的最新数学成果 是一种高效的零知识证明技术 不仅被SX采用 还被Mina、DOS、CKSync、Poeng0等平台采用 Poeng证明系统基于Poeng算法 是一种实现了Universal的零知识证明算法 Universal的初始可信设置只需要一次 且可在原有基础上直接迭代 目的仍然是在于解决区块链的隐私问题 以太坊创始人Bite A曾表述过Poeng证明系统的优越性 虽然对于通用零知识证明协议的改进已经持续多年 但是Poeng以及更复杂 但较早的Sonic和最近的Naroon带来了一系列增强功能 这些增强功能可能会极大地提高这些类型 证明在普遍情况下的可用性和进展 为了加强隐私保障问题 Poeng证明系统实现了两个改进 第一个改进是 尽管Poeng证明需要类似于Sonic所需的受信任设置过程 但它是一个通用且可更新的受信任设置 这意味着两件事 首先 在您想要证明有关每个程序时 不再需要单独进行受信任设置 整个方案只需要进行以此受信任设置即可使用 其次 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存在一种方式 可以参与到安全设定中 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人是诚实的 则此多方过程就是安全的 并且此多方过程完全按顺序进行 第二个改进是 它所依赖的高级加密 Fancy Creeper Grady只有一个称为 多项是承诺的标准化总件 Poeng证明使用基于可信设置 和椭圆区限配对的配承诺 Poeng证明词 使得开发者可以将其替换为 例如Freder将使Poeng成为一种 Star或Darf基于隐藏街巡的其他方案 这意味着 Poeng在理论上可以与任何可实现的证明大小 和安全性假设之间实现权衡 兼容 Face CEO兼联合创始人 Seku Yungsen表示 发明Poeng定义范式的通用 CK-SNARK展示了我们生产 与报复相匹配的技术能力 解锁整个区块链 应用程序宇宙 这是没有隐私就无法存在的 四 发展历史 Zeku Yungsen最初作为区块链机构融资平台成立 后来转向开发CK技术 它于2017年成立 2019年发布了Poeng 2021年发布了Sek Money 2022年发布了Attack Connect 并计划于2023年QR推出论网 五 团队背景 Zeku Yungsen公司总部位于伦敦 由Zeku Yungsen和Thomas Orton-Pocker 已离开于2017年创立 Attack的核心团队具备强大的技术能力 其底层证明系统Poeng和三位合作者中的 两位均在Attack CEO Zeku Yungsen是牛津大学粒子物理学博士 Poeng发明者之一 曾在三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核体二 给日本一个粒子物理学实验担任物理学家 CPO产品总监周恩·Lewis 伦敦帝国学院 材料科学工学室 曾在硅谷的餐饮创业公司 Badish担任CTO CTO首席科学家Ariel Galbassol 以色列为资曼研究所 Weisman Institute计算机博士 曾在Slash任任研究员和工程师 也是Poeng的发明者之一 另外团队还包括合作主管 Lisa Kois 增长主管张吴等人 六 融资信息 2018年11月 Lisa Ketwork公布了Ukonsensus领头的210万美元种子轮融资 2019年9月 Lisa Ketwork也公布过一轮种子轮融资 但未披露金额 2021年12月 阿兹特克网络从Parodyne获得1700万美元一轮融资 已将可编程隐私引入Web3 本轮融资由Parodyne领头 现有合作伙伴Ecapital Ethereal Inter and Laborator Capital加投 并得到Variant Fun Nascent I M2K Sailor Capital Diffie Lens Asuk Inter和GK Validator等知名机构的跟投 同时还包括Infany Sassano Skani Kulitow Pankles Diffie Dett 以及Byte Ike Uterling在内的顶级天使投资人 毕轮融资的收益将用于网络区中心化 AtacNet Grant以及灵芝士证明系统的持续开发 2022年12月 AtacNet will获得由16系领头的1亿美元毕轮融资 A Capital King River Arian Asia Incho Hashley Ben Bushi和EVD参投 七 发展成果 Sata发展成果 目前可简单理解为 一是基于产品体系的发展成果 体现为基于底层的 Pank证明系统 产品 Say Money 实现账户间的匿名交易 并通过AtacNet的价格实现 和代理项目的隐私交互 二是AtacNet生态系统 具体来说发展成果如下 一 Pank证明系统 Pank证明系统是SkTorq发展成果 具体详情在本报告特色和优势一节中有所论述 此处不再赘述 值得补充的是Sk智能合约 它在底层设计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具备三个板块 一 Sk密码引擎 NinStase可以被认为 是Sk智能合约系统的大脑 它负责协调智能合约 具体来说 NinStase有两个主要职责 A. 将CK证明的验证委托给适当的智能合约 B. 从成功验证的证明中处理状态 更新指令 2. 证明验证器 每个零知识证明都有一个证明验证器合约 验证者有责任验证提供的证据 从而确认提议行动的合法性 3. CK Asset 可以被认为是RK20合约的机密版本 例如Sk来 它们用于将用户的资金存储在票据注册表中 并执行机密交易 智能合约价告图 2. Attack Connect Attack Connect于2022年7月7日正式上线 作为DeFi交易提供隐私保护的桥梁 它是以太方DeFi生态系统的第一个隐私桥梁 对用户来说 Attack Connect能使用户 在以太方上私密地访问世界级的DeFi服务 并节约高达100倍的成本 对开发者来说 可使用Attack Connect SDK构建私有和任用程序 其开放工具 Connect SDK将允许任何以太方项目 无需权限即可集成在Attack广播 从而实现隐私保护和节省成本 Attack Connect可以看作是一个针对DeFi的代理服务 任何人都可以将资金存入 Attack 并仍然与以太方主网协议交互 享受额外的隐私保护并节省成本 Attack Connect的工作方式基于Poem证明系统 原理是一样的 用户通过使用Attack Roller合约作为代理 在Attack网络内与以太方服务进行交互 以DeFi服务为例 当一笔交易加密指令传递到Asset Layer in Roller合约时 该合约执行这些命令 在通过CK系 K Roller技术批处理交易 降低用户费 并节省主网以太方的成本 由于Attack Connect依赖以太方作为执行环境 因此智能合约可以保存在主网 协议同时可以保持流动性 并同时维护以太方生态系统的可组合性 Attack 网络通过这样的CK Roller技术集成 例如可以将Allen的固定利率带到All 带来的结果就是用户可以获得Allen的固定利率 同时又节省了在Allen交易时 需要花费的高达80%到90%的GAS 此外实现上述目标之外 更重要的是Attack Connect的 两个重要的基础设计优势 一、无需重新部署核心合约 开发人员只需要编写一个 简单的50到100横接口连接 Attack Connect可以一致能合约结果 二、保留第一层流动性 用户直接与第一层流动性互动 减少对第二层的碎片化和流动性泄露 当前Attack Connect生态系统包括诸多DeFi协议 Rawfit Core Lidl Element Site Protocol Compony和Liquidity 通过Attack Connect DeFi协议可以集成隐私保护 而不失户操作性 在由ACC资主的公司中 有可用 Dorilla 和GK Givin等平台 也正在开发本地私有以太方应用程序 2023年3月21日 Attack Connect 官方宣布 其Difa隐私桥项目Attack Connect的存款功能已如期关闭 但用户仍将有一年的时间免费提款 3、Site Money DK NANI是Attack Connect Twerk 第一个私人转账协议产品 是一种基于Type Script的前端开发工具 允许任何人将隐私和成本节省集成到 Ering应用程序中 自推出以来 TK MONEY已经拥有超过75000注册用户 25万次交易次数和总存款达到1亿美元的交易量 TK MONEY已集成部分DeFi协议 包括流动性质押协议 Lidl和固定利率协议Element Finance 扩展的Site Money功能 支持默认情况下 具有隐私保护的DeFi交互 使用Curlidl买Lidl流动质押 Eastatic 即进入Element Finance固定利率储藏室 完善后的Site Money 用户可以与Curlidl和Element桥接进行交互 在主网上享受流动性 完全隐私 以及比Lairia Feryon高达100倍的成本节省 后期还将支持用户喜爱的DeFi应用程序 MING PAO TORONTO